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1月15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聚焦今日 Snow Goose Media努力为您呈现真实全面的北美社会 我是实习主播Ashley 首先我们为您播报今天的头条新闻 重视对华关系 拜登团队新设中国事务资深主任 美国候选总统拜登已选中国务院及白宫资深人士罗森伯格 担任中国事务资深主任 罗森伯格曾是希拉里2016年总统大选的外交政策顾问 罗森伯格1月14日在推特上说 很荣幸能加入拜登团队 担任中国事务资深主任一职 任务兼具 荣幸地再次与一个极好的团队一起为美国人民服务 接下来为您播报加拿大新闻 加拿大新模型 疫情迅速恶化 日增3万 疫苗短缺 由于新冠病毒继续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 预计在未来几周内 全加拿大将有成千上万的新病例和数以千计的新死亡 周五发布的新的国家模型显示 到1月24日 加拿大将会看到多达79万6630例新冠病例和19630例死亡 短期预测显示 如果加拿大人继续与他人保持相同程度的亲密接触 新病例将会持续快速增长 大流行将继续存在 联邦首席公共卫生官谭永诗今天警告说 除非进一步加大限制 否则加拿大将无法抑制病毒的传播速度 不顾政府警告大量加拿大人乘飞机出国度假 虽然加拿大政府告诫加拿大人 在疫情泛滥的情况下不要出国旅游 但仍有成千上万的加拿大人不顾政府的警告 前往阳光海岸地区度假 不少加拿大人质疑加拿大政府 为什么至今没有采取措施 禁止乘飞机出国度假旅行 在去年10月1日到今年1月中旬 有1516个直飞航班 往返于加拿大城市和墨西哥 加勒比海国家的阳光海岸度假地区 全国药房参与注射疫苗 4月起每周可接种300万人 根据联邦政府的预期 今年4月开始可为普通民众接种新冠疫苗 加拿大最大连锁药房Shoppers的总裁来格指出 如果加国各地所有的药房都参与接种疫苗的工作 药剂师每周可给250万至300万人接种疫苗 加拿大药剂师协会分管公共事务的副主席沃克说 预期药剂师将参与注射 但现在不清楚是在何时 一年一度的流感疫苗接种工作 在规模方面要比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小得多 但依然要花费数月的时间进行规划 BC省府研究进跨省旅游组病毒传播 近日有Whistler及正式医生呼吁禁止跨省旅行 因发现当地不少病人是来自安省和魁省的游客 数名本国政客在冬假期间违反卫生令出游 引起跨省病毒传播的忧虑和有关旅行禁令的讨论 BC省长贺锦表示 为阻断病毒传播 省府正寻求禁止省纪非必要旅行 限制游客出入BC的法律意见 然而 它指该禁令的合法性仍有待商榷 贺锦昨日回应说 将在本周的内阁会议中 研究省府是否有权颁布禁令 限制跨省非必要旅行 并寻求法律意见 Harvest品牌香肠含细菌被召回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宣布 Harvest品牌波兰香肠由于未煮熟 可能含有细菌导致疾病 必须召回 此次召回包括675颗包装的Harvest品牌波兰香肠 保质期为3月15日 该产品在安省 阿尔伯塔省 BC省 曼尼托巴省 萨省和西北特区均有出售 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 英国移民局颁布新冠签证特许计划 据民航局网站消息 中国加强了应对英国变异新冠病毒 对防疫工作的影响 民航局要求运营中英间的定期客运航班的航空公司 在北京时间2021年1月11日零时起 继续暂停中英间的客运航班的运营 同日 英国移民局迅速行动 颁布了CVCS计划 新冠签证特许政策的详细指南文件 该计划适用于持有英国签证的当事人 已在2020年3月17日离开英国 并且签证即将到期或已经到期 受新冠疫情影响无法按期返回英国的情况 当事人可以直接入境英国 到达后 边境工作人员现场给予三个月的有效拘留 之后当事人可以利用这三个月 在英国的时间办理续签或永居申请 韩国首尔颁布孕妇指南引众怒 生孩子前 要检查家里有没有足够的厕纸 为丈夫备好饭菜 因为他肯定不擅长做饭 把头发扎起来 这样即使没有洗澡也不会显得邋遢 在孩子出生后 要把一件小满的裙子放在眼前 用来克制自己 不要多吃那一口 这些首尔当局提供给孕妇的建议 在韩国引起了强烈反弹 对于这个正在竭力 迫使女性生更多的孩子 以扭转世界最低生育率的政府而言 这样的笨拙表现造成的后果 是他难以承担的 下面是中港台新闻 世界卫生组织病毒溯源团队 抵达武汉或面临重重困难 一种新型冠状病毒首次在中国出现一年多后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专家组 在周四终于抵达中部城市武汉 开始对病毒进行溯源 中国当局要求13名专家在武汉接受两周隔离 这项调查是了解病毒如何从动物传播到人身上 从而避免下一场大流行病的关键一步 但寻找答案很可能遇到很多困难 即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 一次全面的调查也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 调查组还必须设法避免中国将调查政治化的企图 最后是一条娱乐新闻 华为小女儿姚安娜进军娱乐圈 1月14日天号盛世娱乐官方微博发文宣布 姚安娜加入天号盛世 姚安娜转发微博称 对于自己的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 未来同行不负热爱 姚安娜身上有多重光环 单是华为创始人兼总裁任正非小女儿的身份 就是她此举足够吸睛 2019年任正非接受中国媒体专访时曾坦言 安娜很热爱文艺 有人邀请她参加明远舞会时 她跟父母商量说要出席 当时我的态度是坚决支持 自己掌握自己人生的命运 今天的新闻就为您简要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详细的内容 请浏览血验网 观众朋友明天再见 请浏览血验网